Hello 小伙伴们 大家好 今天我来教大家画一个可爱的风景照 那里面会有一群可爱的小羊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会用到一些绿色系 这些绿色的话呢 那层纸都被我扒掉了 所以我不知道它现在叫什么名字 这个可能是抹茶 这个应该是橄榄绿 那这个的话呢 待会我们试一试 我也不清楚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今天我们要给这个画面分成 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上部分的话呢 是天空还有云朵的位置 下半部分的话呢 是草地 草地上面的话呢 然后还有一群这样的小羊 那么接下来第一步 我们第一步的话呢 拿出这样一个绿色 把这个草地给它定好 草地的位置的话呢 我们定多大呢 我们定一个 二分之一以上的部分吧 这样子 下面大一点 上面稍微小一点点啊 这是一个离远处看的一群 离远处看的一个场景 那我们来看一看 天空部分的话呢 我们今天会用到一些蓝色 我们会用到什么蓝呢 我们会用到这样一个新蓝色 还有 还有一个制色天蓝色 我们来试试 我们用天蓝色 把这个天空的云朵的位置 给它留出来 好的 那我们天空的云朵位置呢 我们已经留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用天蓝色 把空白的地方给它刷上 上半部分的话呢 我们刷的是个天蓝色 下半部分的话呢 我们让它点色稍微淡一些 来个这样的一个新蓝色 然后我们用白色在这个蓝色上面画一下 要来一个覆盖 好的 天空蓝色部分的话呢 我们已经画好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云朵处理一下 大家可以理尽看一看 这个云朵 我们怎么去处理它 云的下半部分 先画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用白色 这一压还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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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啊 有这样的一个新蓝色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画下半部分这个草地 草地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橄榄绿来开始画 我们先画前面这一块 画的画的时候呢 大家要记住 一片一片的去画它 就是一簇一簇的就画 这样会好一点 然后前面这块呢 稍微深一点 然后往后的话呢 待会我们不要填 我说到后视 这边是前 这个是后 前后关系 前面的话呢 是这里 就是细节比较多一些的 像这个 就是后面的 有点虚化的场景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画小羊咯 我们用刮刀 我们用小号刮刀 刮一点白色 从这边开始吧 请看你看这边呢 在这里 看到小羊咯 在这边 就是 这样的 第一排 Vol应该 吃 一个 气 好的,今天我们的小羊就搞定了 我们可以离境看一下 拜拜